今天的这场调节 与以往有些不同 它来得很突然 我们毫无准备 一早我们的编导 接到当事人周阿姨的来电 她说自己独自带着三岁的小孙女 在开往南昌的火车上 随后就与编导断了联系 而此前我们并未安排她的调节 节目组及时联系了她的家人 电话那头的儿子儿媳 也是刚刚得知 母亲带着孩子离家出走的消息 买了最近的一班航班追了过来 夜幕降临时 他们终于赶到了南昌 在寒风中等待母亲和孩子的出现 而周阿姨却拒绝与他们见面 此刻夫妻俩的心紧紧揪成了一团 周阿姨为什么招呼都不和儿子打一声 突然带着孩子离开 在与我们反复沟通后 她终于露面了 此时已经是夜里九点了 见到我们的观察员 廖阿姨的那一刻 周阿姨深深呼了起来 我心里太痛苦了 全部都被我一个人死掉压 你看我这里 这是干什么呢 就是昨天又晕倒了自己 我自己晕倒了 她没办法 这种方法 那我们来的都是这么停滑 她肯定要停滑 她的 没办法 这些都没不走 周阿姨与儿子儿媳之间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她用这样激烈的方式 如此急切地要来调解 此时虽已近深夜 为了周阿姨一家的幸福和睦 栏目组临时召集专家老师们 家常为他们调解 不要走开 调解 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 没问题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还有欢迎今天的双方当事人 是婆媳二人 婆婆周女士 儿媳小李 首先了解一下 两位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今天来主要的目的 就是调解跟她的婆媳关系 现在跟儿媳妇的关系 是到了什么程度 一个也讲不到五句话 在这个家庭 我发多没教养 到底在哪些方面 希望看我问题存在在哪里 跟他们活不来 是不是 跟我指出来 我也虚心地接受 跟她赔礼道歉 现在我顶着很大的压力 我娘家也跟我施加压力 娘家人就说 肯定是我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问题 儿子 儿媳妇 生女 是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 我可以不要我的命 保全他们 是不是 小李的诉求是什么 我觉得一直以来 我老公夹在中间很围难 然后我婆婆 每次她 论一顶小问题嘛 然后她就放大 然后就在里说 她说的时候 紧那种最难听最难听的话 骂 她好的时候呢 有感觉她也对你很好 然后当时她骂起来的时候 她骂的话就很毒 然后让你就是 无法想象 她怎么会能够说出那种话来 大部分的时候 我都是很 都忍让 但是有时候被逼急了 我也会 忍不住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容易产生矛盾 发生对立 对抗是吗 是 周阿姨和她的儿媳小李 都觉得自己才是受委屈的一方 尤其是周阿姨 最近她的娘家人都在责怪她 说婆媳矛盾是她的错 得不到理解的她 精神激进崩溃 有意思的是 这婆媳俩一切的矛盾 都是从不会说话开始的 前几天我姑娘生病了 住了三天的夜一直没好 然后我就带到大英去看 然后出门的时候 她就问我 要不要她去 我说不要她去 她可能没听清还是怎么的 出门的时候 她又跟着我去了 然后我就说 你去你去住哪里 我去门了 我带着小孩 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费营 如果费营的话 要注意我 意思就是可以省点钱的嘛 她就骂我 她说我很五毒 然后就说 说真实的 在这里来说 我就把她说真实的 你是大学生 她就像这样说 在这里那么多人说 就要说真实的 去打针嘛 我说要不要我去啊 她说 你去哪里啊 我说 她打针不要我去嘛 你个人没办法嘛 不要你去 我不回来 我说不要 你不能跟我好好的说嘛 你这个歹毒的女人 怎么心这么狠啊 我是吧 你可以跟我好好的讲嘛 你不去嘛 我不会回来嘛 你刚才所形容的 你跟儿媳妇 对话的那个状态 在你们家 这个是常态吗 对话的状态就是这种 经常情况下一句好话 马上就是 大嗓子吼到家 然后中午 他跟我儿子 一起带回来了 我儿子就说我嘛 你一天四多 没事在家里早逝 数你发最多 哦 把玩一半 门一碰 睡觉了 第三天 我娘家弟弟 给我打电话了 你在那个家庭 吵得什么样子 你儿子在家里 左右为难 我知道他高壮啊 如果是 期险 福和少 这么一个小事 你何必要去 跟丈夫说吗 受到了众人指责的 周阿姨 冲动之下 做出了一个 十分不理智的决定 她带着孙女 离家出走了 她是用亲情的板架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我们来调解啊 要跟你们解决问题 这样做肯定是不妥当的 这次是比得没办法 这次嘛 我娘家弟弟也说过 老爸也说过 是我不对 所以我没办法 我只能带到你们这里来求助你们 求助你们 要把孩子带走 假设我不带走的话 他们不会来的 所以你是没有经过他们同意 没有经过他们同意 我在这里跟他们说 对不起 如果像你刚才所描述的 那就是 所有你亲近的人 都认为你不好 都是他们打电话去说的嘛 你认为都是 她听了她的一面之词 这就是嘛 所以我才来 在这里来要调解 周阿姨说 娘家人离自己山高水远 他们所了解的情况 仅仅是从儿媳妇 告状的电话里听来的 而真实的情况是 儿媳妇早在第一次与她见面 说话时就没个好口气 从一年起 我去见她第一面 下班的时候 进门没有教过一声阿姨吗 晚上我儿子没鞋子嘛 我就跟我儿子买了一双是黑色的嘛 买回来她就大吵大闹 不敢买黑色的 没法配裤子 态度很不好的那种吗 是吗 是吗 我带楼梯球 听到我儿子在说她 我妈才来第一次 让她态度好一点个 不得了 不依不饶地 跑了那晚上 第二天 中午回来了 回去就妈呀 你长得像个什么 就这样指着我妈呀 我真的受不了啊 你确定是在 你什么都没有做的情况下 什么都没有做 什么都没有做 小李 好像我当时 她买的那个黑色 我是说过这个话 我就说 这个怎么敢买个黑色 年纪轻轻的 就这样 好像多说了两句 他们就 反正就有点反感吧 然后就吵起来 你说你只是说说而已 怎么就会到吵起来的地步 因为我说多了之后 他们就说 她出勤买的 我有什么资格 就这样 不要这样说 当时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做的确实 或者说说话确实是不太好 我觉得我当时是没注意 然后他们提醒了之后 我觉得我次数好像是说多了 说了就是觉得那个银色 你识到了这个话 不该那么去说 怎么第二天 还会继续延续吵架呢 事情又有点残了 其他的细节我也记不清楚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肯定有点家乡情节 他说我们那边人很黑嘛 我就觉得 反正感觉好像是 他有点看不起人的那种 所以第一印象都不好是吗 初次见面 周阿姨感受到了准儿媳的冒犯 而小李则感受到了 未来婆婆的嫌弃 小李说 婆婆对她的嫌弃之心 是藏也藏不住 在随后的婚礼上 婆媳之间的怨 算是正式结下了 你前面说 从第一次就觉得 婆婆好像有点看不起你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结婚的时候 然后她在台上说 她说我妈扶养这个儿子 我们就怎么怎么 她在上面就 她都不觉得假嘛 然后我们其他人 也就没法 没怎么发言 就洗完了之后 那些小朋友就来 要小檀 要瓜子 要花生这些 然后我妈就去拿 她就跟我公公 就把那个花生 瓜子 还有小檀这些 砍了就走了 然后我妈就在那里 吃了个闭门羹 只是我们亲戚那些 就感觉 就当时他们也说 是说我这个婆婆 就很厉害嘛 就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她从来就吃不得亏 然后就是像放炮弹一样的 从头到尾都说 我真的有时候 她吼的那种声音 稍微大一点 我就会抖啊 她说到她多怕 第一次见面 就敢骂婆婆的人 有多怕 就说有多可恶 其实周阿姨当时也闹不明白 儿媳对她有什么意见 小李也并不知道 婆婆究竟看不上自己什么 可是这婆媳俩都觉得 对方在生活中 实时想压自己一头 好像我就觉得 随时都是在争风相对 以至于日常生活中的 任何一件小事 都能让他们互相较劲 周末周阿姨带孩子出去玩 回来时发现儿媳妇在家 没有打扫卫生 几句话的功夫 两人又是刀光剑影 那个生女儿就要脱鞋 只打个持久嘛 我就说我就吼了 她说地上没脱过 等一下又爬到奶奶床上去 她就扯到个生女儿说 养着你们 还要看你们的脸色 还要吃你们的手气饭 你骂过就是骂过 在家里就是个生女儿这么小 那个时候才三岁 养着个我们 地上就是那句话 越看就越没数字了 就是个生女儿 明明就是说我嘛 越看就越没数字 越看就越没教养 手插到摇杆上 我坐到那个桌子上吃饭 她站起 指到我鼻子上 我是气的呀 急的急的呀 我哭啊 我当时是 我把饭做好之后 我去喂我姑娘 我是跟我姑娘这么想的 你觉得她对你女儿 说的那番话 是在针对你的是吗 是的 她就觉得我没脱地 我一早上干什么了嘛 我就煮个饭 我其他什么都没做 我地也没脱 就这样的嘛 然后我跟我 喂我姑娘的时候 我就不好好吃饭嘛 这里里躲来躲去的 我当时好像是发了一剂牢骚 我说你还不听话 我养力这么大 还一直受你的气 我就像这样 她就开始冲起来 一突就站起来 就顶 就指着我 就说我是说她 然后就这样就吵起来了 这对婆媳之间本就没有什么大矛盾 可就是在这日常琐事里总能听到对方的弦外之音 周阿姨很气愤 她说这本是两个女人的战争 现在儿媳妇还拉拢了一个人 她最为亲近和信任的人 那就是她的儿子 第一次我们是听到了 儿子其实有在维护你 有批评他 就为什么现在 儿子在你的描述里面 已经是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交流 比如说是维护了 枕边风吹多了嘛 就相信他知道吗 看来周阿姨在这个家似乎是孤军奋战 造成这种局面 究竟是小李的枕边风吹得好 还是另有原因 我们决定直接和周阿姨的儿子小刘聊一聊 而从接下来 小刘和母亲对话的状态中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小刘 在这场婆媳矛盾之中 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一个巴掌是排不降的 有的人很强势 有些人不会讲话 导致了这些 强势的是谁 不会讲话的又是谁 这个就不便于说了 他们自己会去体会 你不是经常就是那句话吗 我当了你们的家 你让儿子说完 说有很多东西 我也不说 说出来我当地你们什么家 你这样的态度他没法说 我也到处为止 我也没办法说 小刘 你跟你妈妈 就你对他的看法 是什么时候形成 是说从小就能感觉到 还是说在你成家以后 我小的时候 是在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 后面回到家里 然后我们一致就是 从读书生开始就住校了 然后总结来说 我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不是那么多 也就是这些年 他给我带小孩 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比较多一点 你爱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他这个人呢 不会说话 这个是最主要的矛盾 你一个 同样一句话 你让他说出来 他不熟悉的人 听得是非常难听的 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 小刘 平常在家里 当这婆媳二人 爆发矛盾 尤其是比较激烈的冲突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一般怎么办 我一般都是 很冒险地和我媳妇 不要讲 各位爆料的指责妈妈 不是指责她媳妇 刚才您爱人讲到的说 他觉得你妈妈 有些看不起她 是有这个问题吗 肯定是也是有存在的 到底是什么 会让你妈妈看不起她 我们是不同地方的人 组成的家庭的 民红民俗是不一样的 家庭习惯了 生活的习惯了 各方面可能就有一些的差异 就这些差异 就会导致大家就不和了 这个跟看不起 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家庭的一些情况 你是指家庭条件吗 对啊 有差异了 我导致了这些东西 你能跟大家说说 结婚那天 你妈妈在台上说了什么吗 为什么会让小李觉得 心里不舒服 这个不能是 我确实不 你总结一下意思 打开的意思那天就是说 他把我带这么大 我的天哪 小刘的口里刚蹦住几个字 就被周阿易的鼓声声声声截断了 儿子还没说什么呢 我们这才明白 为什么小刘面对我们的体温 总是语言诱识 我带他带那么大啊 他怎么这样子 什么话也没说了 小话你就哭 你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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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听一下他的 观察员老师们 也纷纷走下台 劝阻周阿易 周阿易在我们的劝说下 答应不再用这种情绪化的方式喊冤 她主动开始讲述起 儿子婚礼当天发生的事 我就说双方子女都读大小的 双方父母带他们都不容易 要好好的孝敬父母 父亲父爱 就说了这样几句 我儿子就不让我说了 你说就这几句就引起了大家这么大的 就是啊 是确定 我敢确定 是这样吗 小刘 你觉得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 是吗 不是吗 不是吗 对了 我也不跟你讲 说吗 你说出来吗 我不想跟你说 怎么不说 她大概意思 我就是什么 她就她跟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给了多少面子了 女方的父母站在那里 她让别人牙口一言 一句话都没发现 是她个人嘛 觉得其他人都不行嘛 就是这个意思 周阿姨丝毫不认为 自己婚礼上的那番话 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和伤害 她认为自己付出的多 就应该有话语权 她不懂 儿子儿媳的怨气 又是从何而来 对于这个问题 胡老师已经有了答案 我觉得帮你们猜的话呢 按你们家这个起源 肯定就是从这一场婚礼 有人有口无心 有的人没说 但又记在心 情绪从这里开始 因为有了情绪 好 比如儿子要洗 尤其是媳妇刚进门 她会很敏感 那她可能越想会越不开心 那儿子会觉得 是啊 那几句话听起来确实不应该啊 包括那个什么瓜子啊 什么那个事情 但是呢 很有可能 妈妈这一边是有口无心 她是坐视玛丽 称其遍天 所以她显得 会在这里控制局面 所以可能说话的嘛 就会显得那一种主人 当家做主的感觉强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她的脑袋里面就不会去记到 因为她无心嘛 就不会记到我哪些话 是不是会让谁有压力 引起误会 那很有可能 儿子跟儿媳妇这一边呢 对于一些话 一直在心里面打不开 但现在问题是 时间过去很久了 记不清当年说了什么话 但是就是记得当年 心里面都不舒服 那助长这个误会的 很有可能就是在座两位 女性性格的没有掩饰 只要我肚子里有气 我说话就会硬 就冲 然后儿子这一边 因为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生活 其实是不了解父母的为人 心里面是有隔阂的 那媳妇嘛 肯定也有敏感 小李你要看看你这个婆婆呀 那其实一看就是还是一个善良付出 我自己也在反思 肯定我是她经常说我当了她的家 我是这样说的 反正活不来个哈 我们出二十万 我跟她爷爷两个出二十万 叫她们自己出一部分钱 我们在市里面去买一套房子 到时候有两套房子 小孩子读书也方便 我们也可以搬去住就不用住在一起了 住开一点 但可以相互照应 就是这个意思 肯定她们就认为 意思我就是还是好心 她们就认为我当了这个家 我觉得年轻人 我给你买一套房子 叫拿二十一万 我还再给你拿二十万 哪个有几个妈妈是这样的 对 所以年轻人应该去想 既然妈妈能这样去思考 有人敢要啊 我是不敢要的 敢不敢要是一回事 对了 敢不敢要是一回事 她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去想 当初买了一套房子 花了十五万块钱 都是个后遗症 现在你还 你还拿二十万我还敢要吗 后遗症 那是因为你们从源头就没理清楚 大家是相处不愉快 那说起话来当然会了 那这个房子我买的肯定会输的 抓这些面上的东西干什么 要想为啥 小刘觉得妈妈对她的付出 附加条件就是管束 是处处要在这个家争上风 观察员文艳决定 帮助周阿姨解读一下她的爱 解读一下她在儿子婚礼上的那一番话 我刚才就在想 妈妈在婚礼上说的那些话 那个意思按儿子的话来说是表公嘛 可能让女方家伙觉得 你是不是在展现你付出了很多 而我们没有付出 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场景 但是我就在想 妈妈当时说这个话是为了什么 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希望我儿子以后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有更高的地位 第二个原因呢 可能是妈妈想告诉孩子们 父母为你们付出了很多 你们要孝顺 我们现在付出了这么多 为你们操了那么多心 你们有能力了 你们要对父母好 我想妈妈可能就是这两个意思 但是孩子们的解读 或者是旁人的解读 可能不太一样 包括刚才妈妈讲 这个我要把钱再拿出来 再给你们买房子 不容易 儿子说了一句话 儿子说我不敢要你的钱了 为什么 我要了第一笔钱之后 你就已经叙叙叨叨说半天了 我再要你第二笔钱 那还得了 那你不是要管我们家所有的事情了 儿子表达的是这个态度 但是妈妈我相信心是无私的 并不是说要拿来交换说 我给你二十万你要给我养老 我给你十五万 你们就要天天有义务来听我唠叨 妈妈肯定没有这个意思对吗 没有 所以说我刚才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妈妈和儿子和儿媳 似乎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想先说的是孩子 纵然说母亲有千般不适 她的性格有问题也好 她表述方法也有问题也好 但是你们都认同的一点就是 她刀子嘴豆腐心 她的心是好的 那么在她的心是好的的情况之下 其实更多的是孩子们处理的问题 你们说到的第一件事情 你们刚相识的时候那件事情 妈妈是心疼孩子 给孩子买了一双鞋 那么首先我要表达的是 对妈妈的感谢嘛 你可以在以后 你在自己买一双鞋的时候 告诉她妈妈 我其实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而不是说在她给你的时候 你就抱怨说 这个鞋子颜色太难看了 你把妈妈的苦心置于何处呢 我先跟刘妈妈说 我对于一件事的看法 可能会有不当之处 但是是我真实的想法 是 从把孩子抱着离开父母 离开了孩子的爸爸妈妈 离开了你的儿子儿媳妇 这一件事情上来说 哪怕你的内心是无奈的 是很痛苦的 是被逼到不得已的 但是这个做法 都显得有些强势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 她会吓坏孩子的爸爸妈妈 吓坏孩子的爸爸妈妈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 只是担心孩子 会出什么安全问题 他们同样也担心您呢 因为您是他们的亲人呢 所以一边是 一个身体不大好的老人 另外一边呢 是一个还这么幼小的孩子 你们二位 他们最在乎的人 突然间 从他们的家庭中消失 您想过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件多恐怖的事情吗 接下来我想和小李 来说几句 你们的女儿呢 你们的女儿 现在在面对 周围每一个人都在说 宝宝我很爱你 但是每一个人 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宝宝理解不了的 请问孩子会怎么想 奶奶很疼她 孩子肯定知道 妈妈很爱她 孩子绝对了解 可是为什么 妈妈不能爱奶奶 奶奶不能爱妈妈呢 这让孩子怎么去理解 这让我们这对妇女 在面对你们这两个女人之间 她们如何去取舍 一个完全有爱的家庭 但是做出来的 都是缺乏爱的事情 这多遗憾啊 小李你要知道 你想保护你的女儿 所以呢 你也得保护好 一切能够和你女儿 接触到的每一位亲人 这是你作为孩子的母亲 义不容辞的责任 更是你作为孩子母亲的 伟大之处 同样 当你在这么保护你的女儿时 你想过吗 你的婆婆也在想保护她的儿子 都是母亲何苦不相为难 当我们做到了呢 你才真正的能够去面对 你身边的这位亲人 你才真正的去爱了你的丈夫 你才真正的保护了你的孩子 那一刻的你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我想说的是两个关键词 第一点感恩 这个要对小李和你丈夫说 因为你们的母亲 已经在你们的购房旅行的赞助 这种帮助不是它是法定的义务 而是一种他们整齿整容积蓄 来帮助你们买房 对这个问题呢 每一个年轻人 对于帮助自己买房的父母 都要心存感恩 不要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享受 就是关于刘阿姨 你把那个孩子带走这个事情 我作为律师也重申一下 这个确实很不妥当 因为你这个孙女的第一顺序监护人 是她父母 你还是第二顺序监护人 所以从法律上 你也没有这个权利把孩子带走 希望你今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 好吧 好 婆婆 您 其实您的心我特别了解 我觉得为什么我了解您 因为我也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但是这个年代 心直口快真的 它真容易伤人 因为我们太急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太急于让别人来认可我们 太急于想知道对与错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就忘记了别人想要什么 真的 您的儿子今天我不做指责 为什么 他说了个细节 他是直到初中才到你们身边来的 对吗 因为我曾经留守过 我太了解一个离开父母亲子断裂关系当中 他内心会产生对父母的仇恨和抗拒 很多年都没有办法弥补回来 其实反过来说 我说说小李小李 你知道吗 我语速也很快 但是我没想到一个人语速快到可以 当时我就觉得 小李 你这种对话方式 你跟婆婆怎么对话 我告诉你婆婆是这样的人 她确实强势 确实有时候会蛮不讲理 但是你试一试 妈妈 你别生气 好吗 哎呀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最好了 这种话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 但你妈 就吃这一套 你妈这辈子缺的就是这个 儿子过来说 她可能会对 儿子说 你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吗 儿子说 不要说了妈妈 我都知道 我太喜欢了 你给我的我都知道 这就好 她马上就收了 可是没人做呀 她缺的就是这个 其实刚才大家都说 我们从晚辈做起 我知道这世界上成功的案例 你知道都是怎么出来的吗 都是从长者出来的 我50岁56岁 我人格总比你坚硬吧 我的性格总比你固定吧 但我都改了 看你们改不改 因为我真觉得 我帮小李说句话好吗 婆婆 好 只要你给她多一倍的爱 这个孩子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她一定会做两件 让你觉得 哎呀这女孩子怎么这么窝心啊 我不会看错的 她是这样 跟我买衣服 买羽绒服了些 都是买最好的 对吧 您看是吗 都是买最好的 婆婆您今天这一块做的太好了 她就是一个小孩 您原谅她一下 可不可以 太好了 谢谢您婆婆 小李其实就是一个需要被疼爱和关心的小女孩 她的眼泪一半是因为得到老师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因为得到了婆婆的肯定 我今天一看你婆婆 我觉得我还是蛮纳闷的 她真的长得不像凶的婆婆的样子 婆婆这一边就要学会听音听声 就是她说话很直接 说话直接的人 她其实不会有那种奇怪八怪的想法 所以看一下你们两个 也许有一天你们会感慨 你们两个会拉着手 会说 这个幸福就是要经过磨难 当初怎么我们两个就弄成那个样子 接下来 胡老师选择了一种最为简单 但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为小李和周阿姨拉近关系助助力 先尝试一下 你们俩 媳妇这边主动一点 给你搏搏搏一个事 爸爸以后的事情 以前的事情就把它翻下 然后我们向前看 我就觉得我现在也想开来翻 有的时候肯定是肯定是我头不舒服 也知道 因为我的太阳筋太脏了 肯定我就没有好脸色 没有了好脸色 她就肯定是误认为我不高兴她 对对对 肯定这就是一个误废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到密室里面 给对方做一个小礼物 好 好 让这个高兴的事 踏踏实实的实现 好 去密室 其实周阿姨和小李之间的矛盾 就是一场误会 而拥抱就是化解误会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密室环节里 小李主动开始自我反省 我跟我老公都是行着逃避 好像这个问题姐姐不清楚 因为就不是不讲道理嘛 所以就觉得好像 就觉得分开就是唯一的姐姐办法 分开是迟早的 但是你们要用合理的方法 你懂吗 要让她 毛巾也要化解 对 这就聪明了 我看你语数那么快 我就知道你很害怕 赶紧说完 赶紧说完 赶紧赶紧 我就知道你那种心态 我一看我就知道 这个孩子典型的害怕承担症 典型的怕错了 典型的不懂的人际交往 典型的不懂的讨好别人 我觉得我们家的矛盾 就是从那些小的事情 慢慢累积 对了 然后念病就到治病 不要去解决了 你婆婆就疑点 我告诉你 你婆婆耳朵跟卵权听好话 对 我这种能心 给你指又不会哄 你一定要哄 妈妈我错了 妈妈你别生气 会吗 就这样做 其实小李和周阿姨的矛盾 根本就不难化解 可两个人竟然堵了三年的气 说好话 就是学会放低姿态 表达情感 这一招小李要学 周阿姨也要学 以后你就学会 夸张她 今天她会给你买银符 明天就再会给你买铜笼大衣 再来给你买羊毛大衣 她会觉得 我做什么 我干什么 我婆婆能够看得到 这就叫什么 叫肯定 你看看 我一直都肯定 对 你这就好了 跟任何人讲 就是她跟我最好的 那你如果说你儿媳妇 控制不掉群绪的时候 你就这么想 好吧 我儿媳妇 是吧 娘把她养到二十多岁 嫁给我儿子 来到我们的家里 你学会一招 也学会失落知道吧 是不是我的情绪 是不是我头疼 密室环节进行到这儿 大家可别忘了 胡老师还交代了小李和周阿姨 一个交换礼物的任务 他们来得如此仓促 调节现场材料也有限的情况下 他们会为彼此准备怎样的礼物呢 小李已经拉上我们的编导 在一旁密谋起来了 我们一起期待走出密室的成果吧 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 周女士脸上有笑容了 小李呢 说点什么吧 好不好 谢谢你们今晚上不吃心 为我们这个家庭挑战 让我们感到高兴 脸上又笑容了 我今天我没什么伸给你 这是节目组准备的八宝粥 拿给你在路上吃 我刚刚做的脸里再来一个心 我觉得这个心也象征了我们家庭这个希望 然后也是新的开始 希望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全部都忘记 然后重新开始 然后就是我一直拒绝的疫情 就觉得好像很多毛不发解决 就是一直在逃避 但是现在我觉得 就是以后我也尽量改变嘛 我也希望你能够相互督促 相互改变 然后共同会把这个家过得过下去过得更好 凡之我家就这么五个人 我也是舍不得你们的 首先的话 好了 过去就过去了 今天感谢各位老师 国会专家 对我这个家庭 通宵达旦地来处理这个事情 非常感谢 我在这里我也表态 今后的人生道路上 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谢谢妈妈 谢谢媳妇 谢谢我的宝宝 谢谢大家 我儿子今天也改变了 妈妈以后也要改变自己 我觉得最感谢的人是你们 希望以后你们家也三高 收入高 收化水平高 幸福水平高 现在这个样子就满足了 满足了 好人又好棒 好 这个八宝粥婆婆是觉得那是个好东西 所以要送给你 对 但这个点吃可能会有点消化不好 没关系我们有江中牌乳酸菌醋片 促消化的 促调节的 好 谢谢你们 真地谢谢你们了 谢谢 这场两个女人的战争打了三年 最终发现 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敌人 全是一场误会 而误会之所以会成为误会 就是因为我们总是逃避 不愿直面 其实长辈有时候需要的就是一句暖心话 而晚辈渴望的也不过是一句肯定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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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